在斯特拉斯堡我們看到一個重要的軍事設施 我們看到剛剛一個三角形的尖位 你看到海、水草等等 其實這裡就將一條河分成兩邊 兩邊都有橋在那裡 但是在橋上就有這個堡壘是防禦的 這裡你再看過旁邊 又是分了另一個河道 那另一邊呢 其實那裡還有一個堡壘 這個堡壘被樹遮住了 每一邊的河道 那裡那些橋也有個堡壘在那裡守衛著 這個就是另一個堡壘 那後面尖頂的就是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另外呢 在岸上又有一個堡壘 那所以這一個這樣的設計呢 其實這裡就有個解釋了 和這幅圖呢 是完全一樣的 這幅圖呢 就將前面那個的設計 是說了出來 那這一個設計師呢 就是路易十四的軍事工程師 就是所設計的 那這一個呢 就叫做Wildband Dam 即是堤壩 用它的名名 所以我們看到這裡呢 其實是 就是 除了漂亮之外呢 還有它的歷史意義 上面呢 還可以走一架的觀光小火車 那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裡是一個 即是 很值得來的 那這裡有些船喔 有些船 法國 你看 法國 法國 阿爾薩斯的 斯特拉斯堡 好 好 好